歡迎各位收看劇場惠客室 今天我們的嘉賓是司徒韋卓先生 Roy 你好 你好 你在APA不專業之後 我想你都做了很多很多事情 都算是 如果你說媒體的事情 我想基本上我都做過 做得很沒一件事 我洩獵了 不論電視 電影 電台 報紙 漫畫 我都做過 是廣告嗎 廣告我也做過 新聞 報新聞就沒試過 我算很幸運 因為我是比較早期畢業 第三屆 第三屆出來找工作 現在沒有戲劇科 少一些出來搞教書 但很多同學很容易入無線 入阿士 作為一個導演其實沒什麼機會 真的沒什麼機會 你可以做什麼 我又不是那些副家子弟 我不是 我不可以做 想想我倒什麼戲 然後慢慢搞 我不可以這樣 其實讀書的時候 我已經需要找職業 當時會多做一些港台 寫片劇的工作 令自己有錢開飯 是這樣的 當然 當初除了一股熱誠之外 就是一個求生的需要 你一定要找東西做 你不能靠家 已經 我真的挺幸運的 我差了一畢業 基本上有人請我 就去了徐克那間電影座室做 這個我第一份工作 其實 我為什麼覺得那個經驗這麼重要呢 因為那時候徐克 他很有熱誠去教人 原來我 從那時候開始 我覺得學習其實很重要 直到現在我都再讀 去學MFA課程 因為我覺得那個學習很重要 因為那時候 阿徐是怎樣呢 他聚集了幾個人 是覺得他是編劇 可能有潛質的 試一下他們 但試一下他們 他就這樣給他試 他跟他上課 那時候我們叫做 有一個名字 就叫做大富豪小組 為什麼呢 就是陪老闆 我們晚上見 有這麼開心 真的在大富豪小組 會說有開心 不是 在公司的 陪老闆讀 要跟老闆聊天 要奏他 那時候 用從另一個角度 去看他怎麼看創作 是有些用的 甚至現在我也有些銘計於心 或者一些可能很道德上的事情 他說人家做過你不要做 以前 因為那時候電影界 為什麼一直這樣跌 就是你做我又做 其實是很麻煩的 這件事 那時候他已經這樣說 還有他有一套理論 就是怎樣說 一個戲怎樣能夠 建立一個戲 怎樣說故事 情節有多重要 怎樣找主角的性格 還有他比較說得多 其實觀眾最喜歡看什麼戲 這個感覺 為什麼他要看戲 或者他有什麼戲 即是movie 他要move到你的 他怎樣會move 其實研究這件事多些 那幾個月我好 那很幸運 你在ABS的時候 也有讀過編劇的東西 也有 但不算 這個才是幫你編劇的 那時候不算 所以第一個 我已經覺得 第一個 我的人很可愛 就是 很多時候 我想做那件事 或者想和那人合作 我會想 我會想 如果和他合作就好了 不斷想 想他幾年 原來真的會發生 這麼好 你念力這麼強 原來你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大家試一下都可以的 這件事 我看了《善女幽魂》 我也很好看 又有張國榮 多厲害 《煙尺夏》 如果我和程小通合作就好 那時候是這麼想的 第一個戲就是 我就是寫《善女幽魂》 《善女幽魂》 《善女幽魂》是三集的編劇 其實很好啊 這個機會 因為跟著 他帶我去日本旅遊 他對我都算不錯 《善女幽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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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有一種對於創意的渴求 那當然 他的有壞影響 當時做電影界是 令到我的人很衰下 我想跟電影沒有很關的 或者是我的底下有些弊的因子 很容易會 激發到自己好像很聰明 因為取人也是這樣的 他向著那個方向去 他不理會周圍的東西 就沾染了這種 最初的時候我除了做電影 在阿徐那裏做了幾部之後 其實都很多人賺寫劇本 那時候賺錢真的比較容易 但我不知為何 我那時候告訴自己不要理 其實舞台有些東西是很重要的 你不要掉下去 死人也不要掉下去 我跟自己說 所以我逼自己找機會 總之每年讀一個戲 不要管什麼戲 不要管 保持著自己有做導演 exercise 導演這個工作的機會 又讓我找到這些機會 很感謝那時候能給我機會的劇團 所以令我沒有掉下去 因為其實我都幾坎坎坷 即是沒有說坎坷 我做電影 我賺到些錢 但亂用很多錢 也曾經跌過很低 令我想我是不是真的喜歡做這件事 所以就在電影上 我都會試做副導演 試做其他光位 我都有試過 後來不知道有哪一天 我發覺電影不行 因為當時大家不斷互相抄襲 還有明星制太強了 我發覺創作好像不是創作 當然了 如果要賺錢也越來越困難 我看到一件事不行 我要入電視 我就轉轉電視台 為何看中電視 純粹因為電影不行才轉 還是你做了那麼久 你又想轉型去試一下電視這個媒體 是啊 這是後者 因為我不知道什麼是適合我 還叫做一個年輕期 嘗試一下 這樣壞了也不知道是什麼 都試一下吧 那就遊走去試 我發覺電視台不適合我做 電視台很短嗎 做了兩年 編審 編審有點像一個工廠的拉掌 帶著一班人去做一件事 但都是長篇電視劇 還是中篇 中啊 中篇 是的 做了幾個之後 我發覺我自己不適合做那件事 我沒有那種做電視編劇的銀力 我發覺自己 很浪費精神去保持一個 mood 你不斷做 還有那時候我發覺 咦 其實我不是真的一個編劇 我會這樣問自己 可能我不是一個喜歡坐在家裡 因為其實做一個編劇 其實要很敬佩他 他要很孤獨 你的屁股一定要貼著那張椅子 然後想 就算現在我做編劇 我經常都要折磨一下自己 我會令自己走去很冷的地方 真的要冷靜 是啊 因為我發覺我不是一個 那麼容易冷靜的人 我發覺從這些 我做過電影電視電台那些 就令到我 我想我是否真的適合做編劇 最後當然有一個機會 令到我變了 有一個比較重大的機會 令我覺得原來可以做導演是可以的 一會兒回來再說 這個就跟著 大家聽聽這個重大的轉變 是發生了甚麼事 下一節回來再談